那另外呢 也有人问到就是说 我们做哪些脸部表情的时候呢 是不是卧蝉或眼带会比较明显呢 之后呢 当然卧蝉就会看起来比较明显了 大家好 我是刘全希医师 我是专门做这个眼部整形方面的 那今天呢 我要来谈谈有一个手术呢 可以让眼睛放大1.5倍 像蝉宝宝一样的这个卧蝉手术咯 那我们呢 来拿这个网路呢 询问度最高的这个男女艺人的这个卧蝉代表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呢 就是罗志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是没有卧蝉的一个照片 这个是有卧蝉的照片 大家可以发现什么 它就是感觉好像比较严肃 这个中脸呢 看起来比较长 罗志祥的卧蝉呢 是属于卧蝉的这个形状来说呢 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眼头呢 是比较小的 可是它在这个黑眼珠的外侧的时候呢 是不是比较肥大 所以呢 它的这个size呢 是算我们这个卧蝉里头呢 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卧蝉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女艺人呢 最多人想要有的卧蝉是怎么样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周子瑜咯 它的卧蝉呢 有一个特色 它从头到尾呢 其实它的size呢 是比较平均的 所以呢 它是很多女生指定的一个卧蝉 其实我们看一看 它这个没有卧蝉跟有卧蝉 看起来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你就会显得这个中脸呢 好像比较膨胀 比较不是这么漂亮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卧蝉的时候呢 常常会看起来 不是这么的自然 所以现在卧蝉当然更显得重要咯 其实呢 这就要回归到结果构造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一圈一圈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眼睛旁边的眼轮炸肌 而卧蝉呢 它主要呢 是最靠近眼皮的这个 眼尖板的最小的一个眼轮炸肌 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卧蝉跟眼带的一个差别了 我们可以看到卧蝉呢 它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睫毛 紧贴着睫毛的一个地方 而且呢 它是呈现一个非常紧实的一个长条形 所以呢 会让人家有一个笑眼盈盈的感觉 可是眼带呢 反而是会给人家一个苍老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是在这个眼眶圆的地方 而不是紧贴着这个睫毛 同时呢 它是呈现一个带状 或者是一个倒三角形 或者是一种浮肿 所以呢 通常有眼带的时候呢 就让人家感觉非常的疲惫 非常的苍老 那当然跟卧蝉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呢 也有人问到就是说 我们做哪些脸部表情的时候呢 是不是卧蝉或眼带会比较明显呢 它在笑的时候呢 当然卧蝉就会看起来比较明显了 而眼带呢 在笑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比较明显 可是呢 它不是紧贴着 它有时候还是呈现一个带状的 我相信呢 这样也可以让大家做自我的一个判断 其实呢 做卧蝉的话呢 可以分成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注射玻尿酸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种呢 就是比较属于比较持久的这种卧蝉手术 那卧蝉手术呢 就是一种植入一个液体的方式 那第三种呢 就是老化的这个卧蝉的话呢 通常呢 这个会合比眼带手术 那至于这些手术呢 或者这些治疗呢 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来说的话呢 因为玻尿酸呢 它是带有一些水感的 那感觉起来呢 很像我们平常女孩子啊 在化这个卧蝉妆的这种感觉 可是呢 如果你的皮肤本身不是很紧致 或者是说真的年纪很大的时候 它的这个水肿感呢 有时候也是会下降 或者是说有些人呢 越打越久的时候呢 它的size好像会有一点点比较肥大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这种比较永久的这种植入的手术 那目前植入的方式有哪一些呢 字体的话呢 大部分呢 是拿筋膜 可是呢 因为筋膜本身的这个厚度呢 比较有限 有时候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明显的卧蝉呢 这是可能没办法做的 就是说让你觉得说 啊 这个卧蝉呢 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加分的一个效果 因此呢 现在大部分呢 包括像韩国呢 大部分呢 还是用这个液体的真皮 那这个液体的真皮呢 它已经去掉自己的 会产生一个免疫反应的部分 而且它的size呢 我们可以依照你的这个本身的一个眼型呢 我们去做一个裁剪去定制 那至于我刚刚提到这个脂肪注入的部分呢 很多人会想说 那我既然来补脂了 我全脸补一补的时候 顺便来打个卧蝉 因为本身脂肪的颗粒呢 可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 而且呢 我们眼周的皮肤呢 可是我们全脸最薄的一个部分了 所以呢 万一打脂肪的时候呢 产生了一些纤维化 或者是有好多物品的情形 那在做后续的处理方面的话呢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呢 做出来的卧蝉呢 当然它在不孝的时候 尤其是手术初期的时候呢 会看起来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你孝跟不孝都有卧蝉 可是呢 这个是会随着这个手术段时间之后呢 它会慢慢越来越自然的 那另外呢 也有人会担心说 会不会摸起来的时候 就是摸到一条东西 我相信呢 这也是手术初期比较有可能产生的问题 因为像这个真皮的话呢 其实它到后面呢 都会跟我们的组织非常的融合的 那在这里呢 也提醒大家 不管是放什么东西进去 它都有一个消肿期 以及呢 植入物呢 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吸收率的一个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随着时间呢 真的会慢慢越来越自然 另外呢 还有这个卧蝉的这个位置的方面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在放这个手术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跟自我的组织呢 诶 卡得很紧 所以呢 它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些脸部的表情 诶 突然就啪一声就掉下来 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呢 我们在术后大概三天左右呢 我们还是会用一个胶带 这个卧蝉的这个地方呢 把它顶起来 它让它手术的伤口呢 跟这个液体的这个植入物呢 能够呢 融合的更好了 最后呢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呢 卧蝉呢 其实它的大小跟眼睛呢 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的 我们可以看到喔 就是说从眼睛到这个卧蝉的这个眼睛的一个高度的话呢 其实卧蝉最适合占呢 大概就是0.33到0.4 那卧蝉呢 大概就是差不多5到6mm左右 也不能喔 就是一昧的做的太大 不然等一下卧蝉看起来比眼睛大 这也是顶奇怪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皮肤的一个松弛度的问题了 如果说你皮肤本身真的很松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的肌肉也松弛的时候 然后你再去硬放个卧蝉的话呢 可能形状呢 也不是说像原来这个这么理想的 那第三个呢 因为呢 其实在台湾呢 很流行打这个叫苹果肌还有肋垢的 我们知道啊 其实卧蝉就是一个凸出来 那如果它下面呢 也很空的话呢 那就没有一对比的感觉了 所以呢 我觉得有时候啊 这个苹果肌跟肋垢呢 也是适度就好 这样你的卧蝉呢 才会看起来更可爱了 经过我今天的讲解之后呢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可以让眼睛放大1.5倍 而且非常可爱的这个像卧蝉宝宝的这个卧蝉手术呢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 最后最后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请按喜欢订阅 同时呢 开启小铃铛喔 请否订阅 Really先订阅